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黄老师的可爱形象也让不少网友纷纷出来模仿他 有网友暖心改变 在什么样的城市里面挖呀挖呀挖呀挖 种什么样的老公就有什么样的家 在特别大的城市里面挖呀挖呀挖 种特有钱的老公就有快乐的家 也有网友搞笑开面 看了令人跑步 在小小的厕所里面 拉呀拉呀挖 拉小小的拔 挖开小小的挖 在大大的厕所里面 拉呀拉呀挖 拉大大的拔 挖开大小小的挖 在老公的手机里面挖呀挖呀挖呀挖 挖出个美女她带着两个挖 在老公的信息里面挖呀挖呀挖 挖出个足疗消费590挖 在老公的脸上挖呀挖呀挖 挖出长长的道道 流长长的挖 清朗微如版和搞笑版的 在清清猛男版的 直接把黄老师吓哭了 这还挖个锤子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这小小的种子 开小小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挖大大的种子 开大大的花 在大面大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这大面大的种子 开大大的花 而在这个儿歌过后的同时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这首歌的原创到底是谁 据了解 这是一首肉口令式的手指条 用于训练节奏感 非常适合幼儿园小朋友练习 起歌名为花园种花 是由苏苏作词作曲演曲 而在早些时候 4月24号 账号为毛冲小姐也发布了同样的儿歌教学视频 关注度更高 减赞速甚至达到了一千多万 而更早发布的是 迎在起点找教学员 他们2018年就发布教学视频 在大大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种大大的种子 开大大的花 但是都没有活起来 而黄老师的视频是风靡全晚 自从走红以来 黄老师每天晚上都会开直播 直播间人数从未低于10万 而且各种打赏不断 有网友爆料表示 他三场直播就赚了200万 但是正所谓数大招风 有日时表示 黄老师在直播间唱这首歌时 有了网友打赏的收益 所以这涉及商业行为所与侵权 因此原创作者可以要求黄老师赔偿损失 但是不管怎么说 黄老师上课时 热情饱满 言行举止 生动形象 而且十分有亲和力 孩子们看到也会十分喜欢 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样的老师 也需要不断的创新 喜欢的小伙伴点赞 转发下关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伴点赞 继